市林夜市水果怎么卖 北市府市场处带队要查个清楚 摊商理直气壮 还说这是中国的计算方法 难道市林夜市的水果摊 只服务中国游客吗 有网友抱怨 带外国朋友到市林夜市玩 自己没有陪同 让朋友独自跟水果摊 买切好的水果 一小袋竟然要400块 气得直接找店家理论 但是老板一看到他们上前 就急急忙忙插了水果 直逼他们嘴巴 但遭到原PO拒绝 台北市政府市场处 会同警察局 环保局 卫生局等单位 进行联合机查 会有检视他本身到底有没有标价 那另外他有没有 当天我们买果市布局 就是问秤买切 那接下来我们会有检视 他的放肅有没有经过检验合格 针对占用道路 环境卫生等项目开单告发 但消费者更在意 价格是否合理 这个东西还是要看消费者 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 所标示的价格 只要消费者不愿意的话 他们是可以强迫推销的 市场处也要求业者 清楚标示价格 接下来将密集前往稽查 避免少数人的行为 破坏了台湾观光的形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